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它是狗尽自然 光听这个名字就很聪明了 而且它是一个橙无胶地形 再来是一个蓝天白影拍照最好的地方 跟一般地方哪里不一样 好比说来你是大景点走马看话 但是有人带一下奖的话 故事就会不一样 在荷春半岛这边 天空 星空 从植物 从地形 它都非常没有特色 因为海边的珊瑚 贝壳 只是不容易种东西的 在野科的这环境之下 当然人就要比别人更坚强 所以就演出很多不同的知识 土生土长的在地人林玉守 曾经北敲 后来回乡陪伴家人 因缘机会下接触导览工作 也意外让他找到了新知所向 刚好有机会某个旅行社 他还希望一个在地的解说员 接了大概半年 让我觉得说 这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东西 城市解说导览的时候 开始必须要一个合法的公司 可以跟旅行社对口 所以就成立了肯定地区 第一家的导览公司 叫肯定在地人导览工作坊 林玉守找来生态解说员龙哥 励志将恒春的美 与人情味推广出去 开发各式各样上山下海的水路活动 用在地情与旅客及环境相知相惜 旅游跟季节有很大的关系 像夏天的话我们就玩水上活动 像受吸水降 独木桌体验浮潜 那有一个就是要户外探索 让游客亲子和学生 去了解自然的魅力 受吸而上 去拥抱自然 光那个水在流的话就很舒服了 七拱步步的话在雨季的时候水蛮多的 哇那是一个相当棒的一个秘境 当这个客人他预约一个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把他们用接驳方式 从饭店到我们公司这边来 选择他们适合的大尺寸的那种水母衣 鞋子就是衣 手套 完成之后我们有一个保险 剪到过一边之后 我们还会选择一个适合他玩的水域 选择最平的地方 譬如说有什么状况 我们随时甚至可以做一些补给 后勤的这些动作 让客人觉得完全放心 每位来到这边的旅客 在他们眼中都不只是过客 就像对待千里而来的朋友一样 用来自南台湾的热情 感染每一个旅行当下 肯定在这些人很贴心 他们在规划行程会询问 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内容 需要很刺激的呢 还是要比较静态的 像今天我们就体验了很多很棒的一些活动 非常的开心 而且体力耗性 非常的刺激 会很期待下一次的一个计划 那也希望肯定在地人可以再帮我们 再做一样的一些活动 我们现在在倡导一个自然环境的保育 推广比较无动力的一个项目 修植作物 像是地瓜 地瓜签 萝卜腌制品 及萝卜干 胡麻油 或是在地原生种 豆阿瓜 及黑豆 希望推行一份自然纯粹 我们要把这边的保育慢慢做起来 之外呢 观光的水平把它拉高 避开下降竞争 大家把品质做好 然后服务做好 然后把游客吸引来 好好的特色发展 真的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